來台發展多年 在臉書擁有160萬粉絲大軍 堪稱新一代人氣小天王碧碧書鏡 不論走到哪裡 都引起歌迷瘋狂追逐 高聲尖叫 名利雙收的同時 也讓她付出了自己的隱私 媽媽來台灣探視 因為害怕被認輸 要求媽媽不要假韓文 一度傷了母親的心 根據聯合報報導 忙於宣傳新專輯 和籌備演唱會的碧書鏡 繁忙的工作行程 讓她陷入負面情緒之中 她透露 媽媽上一次來台灣看她 外出時她跟媽媽說 不要假韓文 以免被別人認出來 事後媽媽覺得內心很受傷 不明白為何講話得如此顧忌 畢書鏡坦言給自己限制很多 最自我要求高 一不小心就會向最親近的人 發洩負面情緒 則欣母子倆透過電話把話說開 畢也為一時的失言向媽媽道歉 她把目視辨認出來 我來教苏 這張美女 不持人 這張美女 相當飛き